大家好, 我是Dennis, 余日豐 參與過不同類型的電視節目 而這次是我第一次主持上進生活 今天還有我的好拍檔 18區美食女神Hillary 來到沙田馬場這裡 看來今天我們會很有口福 我Hillary今天踏入馬場 就是要介紹下星期四 各慶賽馬日的特備菜式 這次我們的味蕾會穿州過省 吃云五大省的六款菜式 你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 好, 那我們快點吃吧 好, 我想先嘗嘗這個 上海毛豆雪菜配黃魚柳 為甚麼我想吃它 因為我家裡… 我也是, 上海人 一試這個就知道 整碟送去真功夫 因為做毛豆雪菜 是很繁複的一件事 先嘗嘗雪菜 那我先嘗嘗魚 首先, 雪菜不是一般雪菜 是雪櫚紅的 所以不會像一般雪菜一樣, 太鹹 帶點甜味 對, 其實吃起來還有一點酒味 很棒 魚很滑, 而且很有鮮味 對 對 我馬上夾一塊 接著吃甚麼 我們嘗嘗北京骨湯餃子 我很喜歡吃餃子 看不出你 家裡有自己包餃子嗎 我家裡有, 開口給我吃 我先嘗嘗 好 好像雲吞一樣 我反而先喝一口湯 那個湯應該用豬骨 熬得很有味道 還有薑味也很重 我覺得加上餃子應該很適合 餃子也吸收了湯的味道 好吃 而且我最喜歡的 如果豬肉配甚麼 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西芹 我覺得是… 因為它的口感會更豐富 和爽爽地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好 好, 然後嘗嘗甚麼 很棒 我對, 男生真的喜歡吃雞腿 這個對我了 這個不是雞腿 明明就是雞腿, 這麼大 這個叫四川豆酥牛蛙腿 牛蛙?你嘗嘗 你先叫我嘗嘗 你嘗嘗 你真是好人 我讓我來, 我就當它是雞腿 我拿起來, 已經… 好像現在很流行吃韓國的炸雞 像像炸雞一樣 你快點吃, 我會想煎 不知道質感是否跟雞腿相似 那道很重 其實如果你不是跟我說 它不是雞腿 我真的覺得它是炸雞 吃起來真的像雞腿的質感 但味道跟雞腿有些分別 有點像…怎麼說 有點像魚的味道 但是雞腿的質感 咬下去很有趣 我覺得好像雞腿 對嗎 對, 但肉質比較滑 而且你說它是用豆酥醃的 所以跟平時吃的味道 吃甜雞的味道有不同 因為牛蛙本身有不同的甜雞 配醃料也跟平時的做法很不同 我覺得很棒 好 我們很忙, 一次過要嘗嘗這麼多 我們吃開辣 不如我們嘗嘗重慶酸辣粉 這個我平時經常吃 但看你的樣子也覺得應該吃得辣 對嗎 吃得辣 是辣妹妹 我先嘗嘗 不如我嘗嘗湯 因為我也吃得辣 怎樣?是否辣了 很辣 你覺得我應該直接喝湯嗎 你試試吧 我先嘗嘗 真的挺辣, 但辣得很香 是 鹹味也不錯 可能有點蒜 中和 對 而且我看到有很多材料 有花生、芫荽等 這是正宗酸辣粉 是, 好的 好 然後不如嘗嘗這個吧 這個應該是紅燒肉嗎 這是湖南紅燒肉… 但它的樣子有點像東坡肉 對, 讓我先切一下 應該把醬汁混合, 應該很好吃 那我代爐, Hillary 好 挺有趣的, 其實還沒放進口 切的時候 感覺到有幾層不同的層面 對,沒錯, 看到嗎 看到肥膏 肥膏? 有點害怕 但我相信可以的 泡油的肥膏不太胖 不如讓你嘗嘗 好 我當然也要切一份給自己 對, 很好吃 其實我腦海中有個畫面出現 我覺得我需要一碗白飯 這個很厲害 你看到醬汁已經知道 很好吃, 讓我嘗嘗 好 那是否它的皮是肥豬肉 很好吃 雖然你稱它為肥豬肉吧 吃下去, 我不會覺得很肥 如果不會很油膩 加上我的飯便是完美 可以吃到四碗飯 我想這道菜… 這個醬汁真的很好吃 送飯真的一流 剛才你說的五大省 不如是時候回家吧 我們嘗嘗這個廣東的芋頭蜜蜜 好嗎 好 我想試… 芋頭是嗎 是 我也猜女生會先試芋頭 但她黏著的, 但我和芋頭 我們分享了 好 你先試芋頭, 我試過我吧 好 好 怎樣 是否好吃到不懂得說話 我知道, 是否因為芋頭 我猜是很融化, 已經黏著了 要很有儀態地說 現在是黏著我的嘴巴 好, 你先慢慢品嘗 我試試, 我會貪心一點 我會多加醬汁來吃這個醬汁 怎樣 嗯 我覺得它的鵝味很濃 你也知道, 吃鵝和鵝已經有很大分別 然後我吃得出的用了鵝的材料 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加上這個醬汁, 醬汁也有一些芋頭味 不要只吃一塊鵝, 就沒有了醬汁的味道 只要你…你不夠雙倍碟吧 來吧, 醬汁真的很棒 對, 它的皮是否脆脆的 對, 我… 你嘗嘗 很大塊 而且這個菜要令我更正… 剛才自己說的東西 對, 我想三碗飯, 四碗飯是不夠的 這個醬汁也很好吃 我想你下次要替我預備十碗飯 好嗎? 好 乾杯 一次試雲六款菜式真的很滿足 而且每款都很好吃 Dennis, 我知道你對賽馬運動 也很有興趣 雖然我不太熟悉 但我也知道國慶賽馬日 是馬圈的年度盛事 可以帶朋友來看賽事之餘 還可以帶他們來吃好東西 沒錯, 國慶賽馬日就是馬會 為了慶祝中國成立五十周年而設 雖然1999年才開始 歷史不算很長 不過賽事數字絕對是一屆比一屆高 當日有兩個賽事, 要留意 就是國慶杯和慶典杯 我也很想知道哪兩隻馬會排出來 再加上到時是國慶 現場的觀眾我已經知道 一定會非常投入氣氛, 一定很興奮 就這樣聽好像很熱鬧, 很有趣 我也想跟你進場 但我要做甚麼功課 功課?也很簡單 其實今季的馬跪 開始只是一個月左右 所以要記住要看上季的馬匹 和練馬師的水準 做好功課, 到時入場看 也會更加投入 賽馬運動真是博大精心 看來我也有時間學習 除了要留意賽事之外 其實當日也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可以重看 就是因為馬會每年都會為 國慶賽馬日推出一些 賽日的主題精品 款款的設計也很美、很精美 相信你也會喜歡 不如帶你去看吧 好 不如這個時候就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看看 國慶賽馬日的一些主題精品 回來上進生活 Hillary, 我們眼前的這四款精品 就是特地為了 國慶賽馬日推出的賽日主題精品 不如首先和你介紹一下 這個限量版紀念風套裝 首先看到有本港應界馬王 步步有 和最佳短途馬有型格的超障 作為主題 為馬會和香港油證 合作推出的限量版紀念風套裝 絕對有非常高的收藏價值 很漂亮 不過我都留意到這條絲巾 摸上去很滑 然後你看它的圖案 很漂亮、很特別 對, 果然有眼光 今屆馬會邀請了 跨界藝術家馬興文先生 為了國慶賽馬日創作畫作 這條絲巾和我手上的這支筆的設計 都是源自它的設計藍本 在國慶賽馬日當日 來到馬場有禮就可以買到 我也打算到時買一支送給朋友 除了精彩賽事 國慶賽馬日當日 總會有文明中愛的中國雜技團 演出名為騰允頂碗的雜技表演 在頂碗藝術當中加入拋接的技巧 難度分滿分 這麼豐富、這麼精彩的節目 我也很想快點親身入場感受 一年一度的城市 你又怎能錯過呢 10月1日, 國慶賽馬日 約定你 三天馬場見